四名穿短袖上衣的男子 手拿莫棍球棒 二話不說就往攤位砸 隔壁攤的老闆 嚇得連退了好幾步 有大三 三四個吧 球還有台詞 人平好三 眼看起來就兇兇的 攤位招牌和電燈全被砸爛 四名男子發現完準備離開時 警方及時到場處理 一名白衣男子還想趁亂落跑 還好警方眼尖發現 才沒讓他得逞 被砸攤位的老闆相當無奈 凌晨12點多只是賣個宵夜 卻引來消費糾紛還被砸店 主要是有喝酒 加上他們表示說 他們只買肉不買飽 所以說老闆這邊是不願意販賣 他是認為說要買就是一起買 事情發生在新北市 三重鎮一南路上這間攤位 四名男子因為就住附近 經常光顧 自以為跟老闆很熟 只是不想吃麵包 為什麼不能通融 因此返回住處拿武器砸店 雖然他們事後坦承 真的是喝多了一時衝動 而老闆沒受傷也不提告 但為了一個45元的沙克堡 砸攤位鬧事刑警還被PO網 醜態擺出 記者黃天堯 坦可蒙 新北市採訪報導